首先第一眼看到这款电路板感觉上还是非常不错的 绿色沉浸工艺的PCB 但是它这个金呢 沉的不是很黄 更偏淡一些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Hacklabs 作为一名外用表收藏爱好者 我已经很久没有入手新的外用表了 上市入手外用表呢 已经是半年前了 直到我最近看到了日志 新出了一款入门级的百元外用表 外形呢非常小小 很漂亮 价格相对于日志其他产品来说也是很便宜了 于是呢 我就果断入手了 对于日志这个品牌 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一直以稳定可靠组成 虽然我在家里没有日志的表 但是我在工作中的主力表 一直以来都是日志的 工作这些年来 基本上是没有预见过有什么故障出现 当然了那些都是稍微高端一点的型号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就来看看 日志这款入门级的外用表的外观 做工以及性能上的表现如何 给后面也想入手之款表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参考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这款外用表包装里面所有东西的一台主机一本出名书一副表笔还有一堆7号电池 它在这个包装盒的左下角 大家可以看到是写的中国制造 那么这款表就应该是在我们国内生产的了 这款外用表的外观 依旧是日志经典的灰尘蓝皮 上手的这个质感还是非常好的 很结实 这个大小我感觉在外用表中还是属于偏小一点的 这是与我的这个iPhone13的大小对比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小的好处就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 当然了也就没有大表看起来显得高端 虽然这款表的定位是入门级 但是它这个做工 我觉得和日志其他高端表基本上是一样的 按键以及这个波轮的手感都是非常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干脆 在它的这个型号DT4215的上面是有一个初RMS 也就是这款表是支持真有效值测量的 这个功能在其他进口品牌的这个低端系列的外用表上面是很不常见的 有了这个功能 我们在测量非纯净正前波的交流电池 就也同样会得到准确的测量值 就比如说这个变频器设备 或者是开关电源等这种有激变波型的场景 当然如果几乎从来不测量交流电 或者只测量这个标准的正前波交流电 那么这个功能就没有太大的用处了 我们来看一下外用表的背面 背面的最上面呢是一个这个挂带扣 方便接这个挂带 然后挂着使用 两侧呢是有两个表比收纳夹 除了方便收纳以外 也可以方便这个在站立时插入表比测量 然后下面呢就是它这个后支架 以及下面的这个电池舱后盖了 这个支架比较好的一点是 大家可以看到是有一定的弹力的 无论是开还是收 都不会松松垮垮 这块呢是要给一个好评 那下面呢我们就把它这个电池舱的这个螺丝给它拧掉 然后把电池按上 然后开机来看看它的这个功能表现如何 我们拨动拨轮来给它进行开机 首先我们看说明书可以知道 这台表呢是一个4000技术的这么一个显示范围 第一位呢可以显示0到4 比普通三位半的2000技术呢要高一点点 数字的下面大家可以看到并没有模拟条 这个应该是区分低端系列和中高端系列的一个明显标志了 模拟条虽然在实际测量上没有太大的用 但是在彰显B格上面还是有一些用的 比如下面四个按键 分别是这个后的保持按键 Reality5键 手动切换两层键 以及这个FN功能切换键 还有下面的这个背光按键 它这个背光比较好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有两档背光 这块还是比较好的 那下面呢我们先打到这个通端档 来测试一下我们比较关心的这个通端档的反应速度 我们开始测试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反应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和我们之前测试的一些高端表几乎不相上下 那下面呢我们再测试一下这个二极管档的开路电压 我们用这个我的这个数字镊子来测试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显示是3.27伏还可以是属于一个中等片上的这么一个水平 下面我们再用我的这台爱德万电压电流基准源来简单测试一下这款表的精度以及反应速度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调到了这个毫测档 然后这头呢我调好了一个10毫测 我们输出 显示9.9毫测 100毫测 显示100毫测 0.5测 显示0.499测 1测 显示0.998测 1.8测 显示1.798测 3.3.3测 显示3.297测 5测 显示4.98测 11.9测 显示11.87测 OK 它这个电压档我们就测试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电流档 10位暗 显示10.4位暗 100位暗 显示100位暗 300位暗 显示300.2位暗 900位暗 显示899位暗 10毫安 显示9.99毫安 100毫安 显示99.9毫安 119毫安 显示118.9 8.8毫安 OK 精度以及反应速度的测试我们就到这里 我认为它这个精度还有这个反应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毕竟是一线品牌的表虽然是低端系列 但是性能还是很够用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能不能改上你们手中的表 那下面呢就进入我们经典的拆机看垫路板环节 我们先把它外面的这个胶皮保护套给拆掉 OK 大家可以看到背面一共有5颗螺丝 我们把它这个固定的给拆掉 OK 我们打开后盖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里面的这个垫路板了 垫路板与这个电池舱呢是通过弹簧来进行连接的 这种方式还是比较好的 也是目前比较主流的一种连接方式 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简单分析一下这款垫路板 首先第一眼看到这款垫路板感觉上还是非常不错的 绿色沉浸工艺的PCB 但是它这个金呢沉的不是很黄更偏淡一些 看到三颗主芯片 我们就可以确定这是比较经典的这个前端加主控加平驱动的 这么一个硬件方案了 也是比较良心的一种方案 比单芯片完成所有功能的那种低端表方案要厚到很多 首先左上角呢就是这款表的主控了 用的是美国新科实验室的小壁虎 准确型号呢是EFM32 JG222F32G 这款芯片呢我比较熟悉 功耗特别低 非常适合做低功耗应用 可以说是低功耗M7领域的这个天花板了 它的下面呢就是这款表的前端芯片了 试验呢已经被打掉了 万用表大部分工作其实都是这个前端芯片来完成的 就比如这个AD转换 真有效值测量量程转换等等 最后结果呢再通过串口等通信方式传给这个主控来进行处理 这个芯片的下面呢是一颗一方P入木存储器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直连到这个前端芯片上面的 那么它应该就是用来这个存储校准数据的 对了我们看整个电路板是没有一颗电微器的 这就说明了这款表应该是纯软件校准了 不需要开盖应该就可以完成校准 后面呢也期待有人能破解这个校准方法 那样我们就可以自己来校准了 最左下角就是平驱动芯片了 是来自宏康科技的HY2631B 通过iPhoneC连接到了主控EFM32上面 看这块我们可以看出这款表的输入保护还是很到位的 用了三个亚米电阻还有四个热米电阻 在电流输入这块呢还有一个亚米电阻 下面呢还有一个双向TVS 以及上面这块呢还有整流权前卫保护 在保护这块用料应该算是非常足了 但是呢看到这个封装的这个保险石 感觉上还是有一些掉价的 不倒是因为成本原因还是这个空间原因 没有使用那种粗大的高壁格保险石 不然的话应该会将这块跌路板再提成一个档次 但是我们看它下面这块写的这个参数呢是1000伏 这个毫安档下面这块也是1000伏 这个还是很给力的 一般普通万用表这个保险石只会给到几百伏 这个保险石额定电压 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 指的是保险石熔断以后两端能耐受的这个最大电压 超过这个电压就有可能触发电弧烧毁电路 甚至引起爆炸 电路板正面呢就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了 屏幕是一个透明可体直接固定的 这点还是挺好的 OK那电路板简单分析呢就到这里 大家觉得怎么样 100分买分的话能打多少分 这台万用表整体评设使用下来 我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 作为一款在日资整个产品线中价格定位在低端的表 在功能以及做工上面确实非常优秀了 就比如带有这个威延安豪安档的这个小电流测量 就比如带有这个真有效值测量等等 这就让这款表的适用场景变得很大 不像它的上一集DT425级的那几个大哥们 有自己的这个应用场景贴向 这款表呢是电子工程师可以用 电气工程师也可以用 虽然它的相对性价比很高 但是日资呢也非常精明的似可儿子的 拿掉了一些中高端表才有的这个配置 就比如这个模拟条 就比如这个上位级通信 就比如这个高逼格保险室等等 这就让它又不会太影响到上一个等级表的存在 那整体来说呢 对于这款表我还是十分推荐的 相对性价比确实非常高 因为除了功能猜出以外 一个准确可信任的测量值 也是一款表的价值之一 OK各位这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能让大家对日资的这款入门级百元万用表 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点赞投币收藏者吧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